再來看到宜蘭石潮村的 巡蝦季今天登場 除了包水餃比賽之外 還有撈香魚跟綁紅蟳比賽 現場吸引男女老少熱情參與 場面十分熱鬧 3 2 1 開始 一聲令下選手跟時間賽跑 因為他們的任務是徒手 用令草拔五隻紅蟳綁起來 注意啊 比賽有感覺啊 不只要快 還要綁得好看 也不能讓紅蟳受傷 只是活跳跳的紅蟳也是真的 兇猛張開大錢 證明阿伯活力全開手腳並用 拿下冠軍的他也分享奪冠秘訣 搖...搖...搖...就是... 就是... 這裡就是每年一度 宜蘭石潮村的巡蝦季 除了綁紅蟳現場 還有撈香魚包水晶腳比賽 不只有媽媽一打三代小朋友參賽 還有平均年齡70歲的隊伍 連續三年報名 因為以前來參加冠軍 他絕對怎麼樣 很好玩 很好玩喔 在這裡養殖的魚蝦貝類 非常之多 當然是鑲魚的 我只愛就是它的膚卵 就占了全國80%以上 巡蝦季熱鬧登場 也盼望更多人認識 這份來自石潮村的美味 記者一旦綜合報導 在這裡養殖的 谢谢大家